真的要去找 是網路幫我買看看 加工沒那麼好做 所以賣不掉 然後你又得去想著做 怎麼對爸爸交代這樣 爸爸種火龍果 但看到時代的變化 傳統小農是不是有新的出路呢 這個兒子決定承擔責任 設法達成爸爸的心願 請你走啊 你好啊 我覺得每個選擇 他不會只有一條路 我選了A 我永遠不知道B是什麼 可是我選了A之後 他不會孜孜地走下去 六年前陳正銘還真不知道 選擇回台南新式老家中火龍果 這條路會如此曲折 當初只是單純的想幫忙老爸 有一次在田裡的時候 他就問了我一句話就說 真的要買不去當 然後你們現在年輕人才老 網路幫我買看看 公仔那有一個圈 他知道對父親來說 務農這件事一直以來 是既愛又怕的矛盾 所以就當是替他圓夢吧 本來從事都市規劃工作的 成員 那是 成員來 那時候 那時候 價錢都不好 就收一收 再去吃頭 為了養活我們去上班 到了他可以退休的時候 他還是選擇回來務農 我覺得這就是 這已經是他生活的一環 所以就當是替他圓夢吧 本來從事都市規劃工作的 陳正明 於是利用業餘時間 開臉書賣水果 一開始的好成效 讓他有了轉換跑道的念頭 在這裡的行銷 我很好 你不然他做就做不去嗎 做不去就去吃頭肉 不然 父親沒反對 也是看在兒子真有心想學 陳正明逼自己 習慣早起生活 跟著巡員 瞭解每一項農務工作 小側牙不整理 很難讓養分集中 在漲果的枝條上 師傅病 金潰陽 這類不移除後果更慘 如果我可以馬上看到 他已經生病了的果實 那就還好 最麻煩的是 有時候我們做栽培 最麻煩的是 他還沒發病 結果 在運送過程中 都經過一天的運送 因為溫度度很高 那他剛好誘發他發病 時間看似彈性的農夫工作 其實不輕鬆 而且很快的 他發現另一個問題 臉書演算法改變 觸及率降低 火龍果又一次陷入 滯銷窘境 越來越多人 覺得這個好 就在台灣就是這樣 沒生氣就很快 對啊 所以說要再增 再不然再增 爸爸說的就是問題癥結 大環境難改 小農只能自求多福 陳正銘於是到處上課 請教專家解決指導 用點燈調節的方式 讓我們到入冬之後 還可以有機會有果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跟一些 跟產機錯開 這樣子的話 相對的價格也會好一點 產機的取捨要沉得住氣 他說服父親 放手一搏吧 他們在園區內架燈測光 確認枝條受光程度 模擬夏季日照狀況 主要生長是在枝條 所以他最主要就是 你枝條的光要夠 他基本要求是一百二一四 所以我們就這樣 欺騙火龍果說 他現在的日照還很長 大概就是補足十二小時的光源給他 然後他就有機會說 他可能覺得說 現在的日照還很長 他還可以繼續生長 就這樣慢慢把產季調整到秋冬 不料沒多久 卻遇上了冬天產果的風險 很冷的寒流下來 那一批果就全部報備 已經結滿 田裡已經結滿了 剛開完花結滿了果 結滿了那個小果 結果因為太能 全部的果全部凍壞 難道農民只能看天吃飯嗎 就在不斷思考這問題時 剛好政府力推小農加工 刺激出他的不少想法 我們水果是台南的 那台南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日照 你覺得這樣子做出來的一個禮物也好 一個農產加工也好 它可以充滿了台南的味道 他想創小農品牌 做出有在地風格的麵條 只是在還沒有認識楊青龍之前 滿腔理想 只是空想 麵粉的筋性的話 是在pH8到12之間 是最好發揮的 可是它是偏酸的 所以說我們稍微還是 在製作過程中 還是稍微要把那個 火龍果汁再做調整一下 再下去做 因為水果入面不易 加多少鹼粉中和是學問 製作也麻煩 起初詢問的好幾家廠商不是拒絕 就是試圖勸退陳正銘 對他們來說很費工 尤其火龍果 它的染色力又太強 它每一次做完 它就必須重新清洗一次他們 那老闆做到最後說 跟你說 你還是找別家麵場做好了 如果一定要繼續做的話 你看要不要再找別家 他來兩三次 更令人泄氣的是 做出來的還很難吃 我一開始的麵 人家丟下去煮說 都斷掉了 軟軟的啦 什麼都沒有 你就是各種你想得到 難吃的想像都在這裡面 跟麵粉的比例啦 然後所謂的摺的手法啦 這些都必須改進 然後洗麵啊什麼的 陳正銘決定再試一次 他透過網路找到 關廟一家老字號麵場 永遠記得那天是228連假 硬著頭皮打電話給對方 放假時間 拿一個工廠理你啊 打過去 打電話打過去 欸 有接耶 然後跟他說我想做 然後可不可不可不能做 他說可以啊 我說那我現在去找你 找你聊可以嗎 可以啊 好我們就開著 開著車就去 是很麻煩啦 因為這種量的話 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做也不是 不做也不是 因為真的是量太少了 可是我覺得他給我的 正面的影響說 他對這個火龍果很有熱情 很有想法 所以說我就說 好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正面積極的態度 終究是能打動人的 楊青龍不但騰出時間幫忙 還會提醒他要注意哪些狀況 來穩定品質 你看看來沒那麼好 沒那麼漂亮 這是當時的水果 這陣子還是那個 對啊 前後花了一年時間 陳正銘終於找回信心 也開始找通路上架 不料又遇上困難 那是通路商嚴格規定 出廠後四個月沒賣掉 就形同過期 當時火龍果麵沒知名度賣不動 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麵 越豚越多 從升學到求職一路順遂的他 第一次深深感到挫敗 是你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還是爸媽還是 可以暫停嗎 發現沒有那麼容易的時候 真的會有一點慌 是這種感覺 對 對不對 加工沒那麼好做 所以 賣不掉然後你以後 你以後得去想著說 怎麼對爸爸交代這樣 如果繼續軟弱 辜負的不止家人 更是初心 我們並不是把它當成一個說 我試試就好 反正 做不來我就回去工作 這種心態 這件事在我們心中 就是我想把它做好 所以消沉一段時間後 他決定捐出極其品做工藝 再次正面迎戰 想打開知名度就不能偷懶 北中南哪裡有市集活動或講座 陳正銘就往哪裡跑 幾年下來終於累積出小小名氣 開始有大型通路找上門 但他們因此鬆懈 反而還要再做一件事 每一個小農朋友 大家都在想說 下一步是什麼 那除了傳統的拍賣以外 傳統的跑小農司機之外 我們還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更多人認識我們 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做的大概 我們今天想來做一個 鮮蝦蘆筍 他租了空間讓農會和附近青農 能一起開會討論在地發展 也排料理影片或直播推廣農產品 雖然鏡頭前有點聲色 但鏡頭外的陳正銘 早在一次次磨練中蛻變 我們不一定是做所謂的食農教育 我希望你去體驗農業各種的方式 各種的生活 所以把這邊定位成一個生活的空間 農創共享空間 共享 共好 他串連起青農 帶動地方活絡 讓自己的事業慢慢站穩腳步 也圓了爸爸的夢想 陳正銘證明了人生的選擇 沒有對錯或標準答案 只有我們放棄 才看得到精彩功景 不斷地嘗試 因為沒有一個經驗是百分之百正確的 只有我們試到最後接受的經驗值 才是沒錯 還是正確的 發展到 мест病 一展巨人 一展巨人 一展巨人